这个婴儿不一般 三岁就会自己开车 警察见状还以为他被人拐跑 立马追了上去 并让同事铺好路障碍让车爆胎 车子直接撞向路边 小恶魔赶紧坐到后排椅子上 装起了被拐卖的宝宝 等警察赶来发现嫌犯潜逃 等到小黑赶来 他又装起了无辜 与此同时 在餐厅吃饭的爷爷 正巧看到小恶魔的通缉令 这才得知他是个抢劫犯 为了拆穿这个假婴儿 他在一只泰迪熊里安装了监口 并向夫妻俩提出主动照看孩子 随后他抱着小恶魔举高高 一用力抛上了天花板 小恶魔道上混了30年 哪里受过这种气 站起来就是个致命打击 等夫妻俩开门发现时 爷爷正掐住宝宝按在地上摩擦 老铁们说 时长有限 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官看全集